全部就說新增了三例 三例的病例 台灣新冠肺炎確診又新增三例 境外移入有兩例 本土案例則是一例 案377是在西班牙就學 返台居家檢疫後確診 而案378曾到印尼探親 也是返台居家檢疫後確診 至於案379 2月曾去過東南亞旅遊 到醫院就醫後確診 已經掌握密切接觸者21人 但感染源還沒釐清 恐怕又是另來一個防疫破口 強調會持續掌握感染源 就怕引起恐慌 而國內確診個案減少 難道是疫情穩定了嗎 境外移入的威脅在減輕中 那接下來就這一次 在廉價的一個群聚 那在觀察中 防疫還是不能掉以輕心 尤其在碰上廉價 可不能再出現紕漏 指揮中心和各部會 討論出戶外場所要做好 人潮控管 像是夜市市場 要依循單一出入口餐飲要加上隔板 而商圈百貨公司則是減少美食街的座位 風景區遊樂場所或者國家公園要透過周邊的停車場 控管在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的流量 而寺廟也要維持單一路線 避免人潮交錯 除了管制人潮戴口罩 也是重要措施 時常逆時中的柯文哲 又來喊話 希望口罩可以一次構足四周二十八片 為口罩配幾輛 打上牆新增 保證國人都能買到口罩 也新增群聯以及美聯社 都是可以領取口罩的地點 指揮中心也推科技防疫 讓居家隔離檢疫的對象 可以透過雙項簡訊 通報機制 回報健康狀況 資訊也會整合到防疫追蹤系統 讓第一線的防疫人員及時掌握狀況 全面加強防疫安全網 補起所有可能的漏洞 歡迎新聞臨機詳許國豪 台北報導